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朋友好 我是婆婆我又来了 今天婆婆要说故事 说的是什么故事 我变成一只烹火龙了 这故事很精彩哦 烹火龙 发生什么事情 我变成一只烹火龙了 古怪国的阿古利很爱生气 看起来就很爱生气的样子 好丑 他叫阿古利 为什么他爱生气呢 今天一大早阿古利就被 波泰叮了一个包包 他被蚊子叮了一个包包 他就很生气 阿古利就大声叫了一声 哇 没想到喷出了一个大火 哇 这个阿古利生气的时候太可怕了吧 你看 他喷出了一个大火来 大火把他的家烧了一半 哇 你看看 生气生气这么严重 把家里都烧掉了 你看 烧了一半 黑气麻黑的 哇 他是我看过火气最大的怪兽 波泰说 原来啊 波泰是一只传染烹火病的蚊子 我变成了一只喷火龙了 一只只要一开口就会喷火 冒出来 鼻子的火更是27小时喷个不停 哇 这阿古利太可怕 太爱生气了吧 你知道 一只怪兽会喷火吗 有多么不方便吗 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的汉堡变成焦 烧焦的炭煲 唉 我的汉堡 因为真的他太爱生气了 因为他一生气就喷火 他的食物就变成火一样 黑麻麻的 当他睡前要刷牙的时候 他也要生气 你看他的牙齿 就变成黑黑的 连玩具也生气 也变成黑黑的 好痛啊 连邻居也遭殃 他的鼻子 因为他太爱生气了 一生气就烧到别人 你看 这个老鼠的胡须就被他烧焦了 好痛啊 我的鼻子 他的 柴毁功夫 他就烧掉肩膀 两棵树 三个油桶 打喷嚏的时候 他还烧掉他的好朋友 吉普拉 哦 吉普拉在哪里啊 哇 他的邻居都不敢做朋友 在救火 你看 快来救火啊 我的尾巴也被他烧掉了 太可怕 这个阿古力实在太可怕了 阿古力 这古怪国的邻居 都不敢靠近他 因为他太爱生气了 你看 这些人啊 他的邻居啊 太害怕了 都住在池塘里面 你看看都不愿出来 因为他们一出来 这个阿古力啊 就会喷火 因为他太爱生气了 泡在水里啊 应该会把火熄灭吧 阿古力想 哇 好烫啊 结果啊 他们在水里面也是遭殃 因为水池里面就被火锅料了 热乎乎的阿古 古怪国的邻居都飞快的逃出水池 因为水池也被他烧的热热的 泡在水里不行 他埋在沙里堆 试试看 阿古力说 咦 怎么越来越热呢 因为阿古力的火太厉害了 连这个沙滩也被热热的 热死人了 你看他们躲在下面也是被热死了 用灭火器好了 躲进冰箱里 总可以了吧 嗯 阿古力想了好方法 说我用灭火器 把自己喷了很多那堆药 应该就不会烦火了 不行 还是烹火 他就躲到冰箱里 不可以 可是还是烦火 催熄他吧 哈哈 他以为过生日 吹蜡烛时 蚊子 波太说 这个婆婆看不懂 我看一下 哈哈 他以为在过生日 哦 那个蚊子 波太说 他以为他在过生日 吹蜡烛 他都吹了一下 一吹 就被烧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吧 这个蚊子 波太说 哎呀真的 实在太可怜了 这个阿古力 实在 太爱生气了 全身都是火 没有人想靠近他 又饿又累的 阿古力 伤心哭了起来 眼泪鼻涕直流 哇 他哭了好久好久 为什么哭了 因为他觉得他都没有朋友 大家都不理他 因为他全身都是火 没想到 鼻涕和泪水 竟把火消息了 咦 为什么这样呢 哦 原来阿古力没有再生气 他没有生气的时候 就不会发火 就没有喷火了 所以太好了 太好了 阿古力笑起来了 古怪国的邻居都开心了 光喝 不是 奇怪啊 为什么他知道 又哭又叫 大火就熄灭了这个解药呢 所以波太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所以蚊子要去找 再找一个别人的动力 去叮他 他去叮山羊 朋友啊 不要那么爱生气 这么爱生气 是 大家都觉得你身上都像我一样 你要想 你开开心心的啊 看到好朋友的时候 就跟他打招呼啊 我们拥抱啊 对不对 还有 不要动不动就爱生气 譬如说有的时候 妈妈叫我们整理东西啊 我不要整理啊 我不要洗澡 我不要刷牙 这样生气的小孩子 人家好像不是很喜欢 人家就说好 等一下妈妈 等一下我会来做事 等一下我会来刷牙 好好跟妈妈说 妈妈就不会觉得说 小朋友老是还生气 生气的小孩子 大家都不喜欢靠近你 就像烹火龙一样 全身都火 开开心心的 对不对 好 今天婆婆的故事就讲到现在了 我们下次再讲另外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好不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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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